热調 《賣光》 如果加起來真的是我 買衣服都要錢 我都沒有錢 這幾年大家都知道我多孔 三百多萬大家都沒有籌統 只有我 這樣的情形拍攝得多 所以一定要多付錢 這樣才有發展 香港政府所希望的香港電影 都好像以前一樣 现在没了以前的威胁 因为上一代不生性 在我们最风光的时候 没有培育下一代 自己吃光 自私 然后看到鸡饼大 就撲上去舔 舔完香港就没有了整个东南亚 人家跑车 人家去其他地方培育的学生 政府有资助 现在变成不是电影市场 而是整体工业 在电影里面可以 化妆品 旅游热 食物 一条链服务 由电影推广文化 香港就没有了 听到我的名字就是佛地摩 就是害怕 不能提醒 整体来对抗我 我这么厉害 我没有坦撻的 我没有大炮 你这么厉害的 付钱你侮辱我 我现在说 我来买个饭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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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烂鬼所为 这些叫做 我帮你买个饭盒 买了便是我的 我喜欢踩饭盒 这些 就是什么 我不卖给你了 这几年我真的很讨厌 这些 是没有的 没有的 接着有的 你真的欺骗我 你欺骗都不得了 你还要侮辱我 多谢了 哎 不要搞我 大哥 我先跟你说定 我请过很多工人 很熟悉你们的东西 你不喜欢的 咦 用菲律宾女主角 这一早应该出现的 在香港 桥宝宝也移民了 是吧 几难得 杀出一个桥宝宝 你都留不住 你香港人的恥 其实就是 不是桥宝是香港人的恥 你留不住 桥宝是香港人的恥 你真是一个国际刀梅 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存在的時候 只是來來去去就是那些低俗文化 有這樣的機會去有一個菲律賓女主角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是非常榮幸的參與這部電影 也覺得小娟真的很夠膽 我真的很感謝 很感謝各界各個不同的範疇 例如導演、編劇、影評人 很感激 在這部電影認同我的演出 很感激他們 所以你放進去好像今次金像獎 問我去不去 我說我真的考慮不去 為甚麼?我免得你被人剪 到時你整個金像獎 沒有了一個男主角就無謂了 上一年這樣 在上台講話下面全部一片直靜 直靜好像去到華人永遠墳場 那算是怎樣呢? 我不如去華人永遠墳場拿個獎 我免得影響人 最重要的是 不是說小器 不是真的 是我真的想到 都不無謂 第一,為甚麼自取其辱 第二,我又不想影響人 你影響整個節目 這行是老典我 不要相信 其實刑警更加想不到 那個角色 那個位置都不是我做的 原本是你過做的 那個嫌辛苦 是改劇本改了給我做的 我那時候 又不怕熱 又不怕冷 好像怪物一樣 又做了 做完之後 都沒有想過那麼多 我想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他最後那裡 那場戲本來真的不是我做的 本來是英雄做的 那時候 拿著直升機降落 我剛剛拿著直升機 你應該要出來 應該是 但沒有今次那麼刺激 今次 對手各樣東西 整件事 我是由地上淡到上天 直升機 即是急速直拍旗 這樣升上去 然後又說 這個 如果一路掃下去 都不得了 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沒有實際利益 因為不會有任何大的電影 會找我的 即是只有裸子 神奇的 整件事神奇的 不會有人這樣 有名而沒有錢的 不會有人由底下淡到上天 好像整件事 好像很興奮 很興奮 但其實整件事對我 是沒有得益的 對電影來說有得益 即是益人益自己 真的 就應了一條命 我罰地魔來的 現在人不敢提的 名字 黃秋生三個字 很令人害怕的 一出來 一說話大家就震了 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說如果香港電影院 沒有了黃秋生 是不是 不可以繼續 你也可以繼續 沒有了劉德華 就大件事 真的 沒有了黃秋生 隨時沒有什麼 拿這麼多獎 會演戲 那怎麼辦 因為他們要求的 不是這樣 他們要求的是 一個市場 一個票房 一個三十億 八十幾 六十億 如果我有這樣 沒有了我 電影全部不可以 這樣就不同了 他死也跟你死回來 所以其實 很不重要 所以自己應該要明白到 這種不重要 時代是會過去 很多事情都會過去 自己就去 面對 人生的另一段落 未必有 不是好事 所以我說 如果我有得走 我一定會走 不然留在這裡幹什麼 好嗎 好嗎